算不算朋友,看完回答 不知道大家对朋友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你还不理解 那么请看下面文章 看看对自己有没有帮助 杨诚是个比较幽默风趣 比较重情义的人 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所经历的故事 初秋一个晚上 杨诚有个朋友来找他 叫王源 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杨诚此时还没下班 但是听他的语气应该比较急的事情 他就跟老板请了假 就去了 杨诚在公园等他 没多时王源来了 就问他什么时这么着急 王源就说 他把一个女孩子肚子搞大了 要打掉 身上没钱 杨诚想了想 把身上仅有的四百块钱全给了他 后来自己惨淡过了一个月 这件事后杨诚打电话给王源 但是电话打不通了 不过杨诚脾气特别倔 后来通过朋友找到了他 他没问他还钱 却说了这些话 当你找朋友借钱时候 低声下气时 帮你度过这个事的时候 你回头还能想到帮助你的人吗 做人要德行 滴水之恩当务全相报 别人帮你是勤奋 别认为这是理所应当 做人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不然你将来连朋友都没有 冬季傍晚杨诚去找一个朋友玩 叫张全 张全离下班还有两个小时 杨诚就想我等一会儿吧 然后晚上一起吃个饭玩一会儿 杨诚的手机完整没电了 后来觉得无聊 借张全的手机拿来玩一下 过了一会儿 他看张全需要帮忙就过去帮他干活 后来干完了 两个人就说走吧 去吃点饭 走着走着 张全想起来手机没拿 这时杨诚才想到 手机被他放在一个车的后备箱上了 两个人又回去找 后来没找到 张全就说 我这个手机才用半年 你给我五千块钱吧 杨诚本来就打算给他买个新的 后来一听他说这话 心寒了 我们认识这么久 还不只一个手机吗 后来杨诚说 你等着 明天我给你钱 你重新买个吧 第二天杨诚把钱拿给他 说 你手机是我弄丢的 我心里知道 我也挺内疚的 但是 我没想到 你直接伤口就问我要钱 我本想着第二天还一个新的 没想到的是 认识这么多年 还不值个手机钱 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当已有感恩之心 做个诚信的人 可能你没有突出的地方 但是你诚实手心 那就是你最大的财富 第二个是 就是说 朋友之间别谈利益 利益最伤感情 有个电影说 别和最好的朋友开公司 其实道理一样的 朋友之间掺和利益 那就不是纯粹的友情了 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希望你们的友谊 地久天长 也认为您的友谈利益 希望您的友谈利益 请订阅